电视剧《沿袭攻略》正在热播,在最新的剧情当中,英洛被皇上封为烈营,受尽宠爱,纯贵妃本想利用皇上对复衡和英洛之间关系的借地打压英洛,但是没想到英洛却将计就计让皇上明白自己的心意,不但没有失宠而且还真正的走到皇上的心里,成为皇上心肩上的人。 这件事之后很快纯贵妃就被英洛揭穿了真面目,最后被纪后用风筝献活活乐死,纯贵妃死后宫中彻底成为英洛的天下,纪后故意让人把先皇后去世荡天尔情说的那番话告诉了英洛,英洛为了给先皇后报仇,在长春宫给尔情灌了剧毒,皇上虽然选择维护英洛, 但是英洛却对皇上失望至极,没想到此时英洛竟发现元春宫早已背叛自己,当年元春宫舍弃宫中的生活和往上爬的机会陪同英洛去了圆明园, 但是最后英洛却因为要为先皇后报仇做了皇上的贵人,元春宫苦苦哀求英洛留下来陪伴自己,但是英洛还是狠心的拒绝了他,从此元春宫便对英洛爱恨交织, 为了报复英洛让英洛后悔元春宫也从元明园回到了紫禁城,并且成为了延喜宫的管事太监,英洛感恩元春宫当年对自己的恩情,一直非常信任他, 但是没想到元春宫却早在回宫之前就已经投靠了季后,英洛每次侍寝之后都会喝婢子汤避孕,这件事只有元春宫,夜天室和英洛知道,英洛在和皇上产生误会之后,季后故意在皇上面前揭穿了这件事,皇上听后无比震惊, 至问英洛为何要如此对待自己,是不是打从一开始自己就是他报仇的一颗棋子,如今纯贵妃死了自己对他便没有了任何的利用价值,英洛被皇上问得无言以对只能默认,皇上告诉英洛从今以后他再也不必喝婢子汤了,因为自己不会再宠幸他,元春宫背叛英洛之后就留在了季后的身边, 能够如此顺利的扳倒英落元春旺的功劳非常大,所以季后对元春旺格外的赏识,提拔他当了内务府的总管,在援助中元春旺长相非常的静美,虽然是一个太监但是也有无数的小宫女,被他的皮像所迷惑,甚至当初在新者库的管事太监都对元春旺心存妄想,元春旺留在季后的身边后, 季后的贴身大宫女真儿也看上了元春旺,并且求季后把自己赐给元春旺作对时,但是真儿现在还不知道元春旺最美的皮囊下面,藏着一颗非常变态的心,季后把真儿赐给元春旺作对时,每天被折磨的惨叫,元春旺的心中一直喜欢的人都只有鹰落一个人, 对于宫中那些喜欢他的宫女太监他都非常的讨厌,但是真儿是季后身边的大宫女,元春旺自然不敢拒绝,开始的时候元春旺对真儿还算是很好,但是慢慢的他摸透真儿的性格之后便开始对他越来越差,甚至从内心鄙视真儿,元春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变态的人, 对皇宫的每一个都充满着仇恨,生命中唯一的温暖鹰落还嫁给皇上,所以后来当鹰落重新恢复圣宠之后,元春旺的内心就变得更加的压抑,每天晚上都要折磨真儿,把真儿折磨得惨叫不止,真儿是真心实意的喜欢元春旺,即使受尽了折磨,浑身上下都是伤痕也不曾告诉季后, 季后把真儿赐给元春旺作对时,被折磨得跪地求饶,后来元春旺还利用真儿,一步步逼季后造反,幸好皇上早有准备,元春旺的下场自然非常的惨,皇上没有杀他,而是把已经封编的元春旺重新送回了永相,应若常常去看他,想起那年漫天的大雪,在他身边的不是傅恒,也不是皇上而是元春旺, 为他在头顶举起一把伞,陪他走过那段长长的路